4月13日,国家一级演员蔡明在个人社交平台上更新了一段视频。 视频中的蔡明穿着围巾在厨房做菜,整个人超级简朴,就如正常的家庭主妇一样,丝毫看不出兴奋,吸引了很多网友的目光。 今年的蔡明已经58岁了,从他的状态上也能很好地看出,皮肤逐渐有了老太的样子,尤其是眼窝窝现得极为明显。 几年前满脸还是胶原大白,如今却变得有些滑狂的感觉,不禁令人唏嘘。 除此之外,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网红滤镜的原因,蔡明的下巴有些怪异,就像凸出来了一样。 许多网友看到这样的蔡明后,纷纷表示道,之前不是特别爱整容吗? 感觉脸还是有些不正常,看来老的就与后遗症了。 不过也有一些本丝直呼,蔡明还是以前的味道,老的很有姿态。 这样体念的老去,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。 不难发现,网友们对于蔡明的颜值都有着不同看法。 在几年前初,其一次晚会时,蔡明就被很多网友置疑整容。 当时的蔡明脸部,有很多凹凹凸凸的地方,看起来稍微不对劲。 而笑起来的那一刻,脸部也是有些僵硬的感觉。 当时许多人都议论纷纷,甚至觉得蔡明整容有瘾,所以留下了一堆后遗症。 但是后来可能因为听到了一些声音,蔡明的颜值也是变得越来越顺眼了。 尤其是近几年,蔡明就看起来自然了不少。 三月半时,她还分享了一段视频,当天的蔡明身材有些勾勒,脸部的皱纹和脖子上的颈纹都特别明显,呈现出了58岁该有的样子,也让网友们觉得很真实,得到了不少的赞扬声,看起来很是体验。 其实自从蔡明进入大众视线以来,并不是凭借颜值征服观众,而是那一身才华和精湛的演技。 自从1990年和朱石茂,以及陈佩思一同出演小品后,蔡明就算正式被观众熟知,随后更是多次登上春晚舞台,火遍了大江南北,也是很多人心中的小品女神。 在事业上很是顺利的蔡明,感情上更是让人羡慕。 21岁的蔡明遇到了中国广播艺术团的导演丁秋星,两个人恋爱期间,丁秋星为蔡明写了整整一百封情书,在当时那个年代浪漫无比。 后来结婚后,蔡明便生下了一个儿子。 而其儿子如今也是继承了爸爸的优良基因,在北京毕业后就转战幕后,也是票房极高的电影泰总的编剧之一。 如今千少会在登舞台的他,拥有一个好老公和优秀的儿子,小品也是十分幸福的。 虽然蔡明渐渐的老去,但是这样不去整容办那样子,才是对自己最大的尊重,看起来也是相当体面。 无论选几年有没有整容,这也都是人之常情的事情。 何况看到现在的他,就算是老了,网友们的心里也是踏实的。 毕竟作为国家一级演员,著名的表演艺术家,蔡明的颜值早已不算什么了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